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大圣 无量寿 庄严 清净 平等 绝经 机功累得第八 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长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 我们从第三行 从第二季看起 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 对一对地方 所有国臣 聚落 眷属 珍宝 多无所着 横以布施 慈戒 忍路 精进 禅定 智慧 六度之行 教化安利众生 注意无上真正之道 我们从这一段看起 我们今天是宜兰念佛堂 立行性的这个系练法会 我们上一次法会 选择无量寿经的机功累得 这个第八品 这个一品的经文 来跟大家分享学习 那么机功累得 我们看到这个品体 顾名思义 这个累积功德 那么怎么样积功累得 这个法障比丘 在四字在亡如来前 以及天人大众之中 发了四十八愿 那么要建立一个 极乐世界 供养十方众生 到极乐世界 去修学 一个最好的环境 就是 帮助一切众生 那么在这个 最殊胜的环境 一生成佛 免受这些苦难 那么愿发了 要有具体行动 所谓信愿行 如果发愿 没有行 没有具体的行动 这个愿就变成空愿 若空了 不能兑现 所以愿是推动 这个行 没有愿 那么这个 不能推动行 所以 所以发了愿 那么有具体的行动 要去落实 要去完成这个愿望 达到这个愿望 那就必须修行 要修 否则发这个愿 变空愿 不能兑现 那么修 要怎么修呢 要积功雷德 所以这个 法杖比丘 在四字赛亡如来前 以及 诸天 这个 一切 人大众 当中 发了这个大愿 发了愿 诸真实慧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真实慧 真实慧 就是真实的智慧 什么是真实的智慧 就是金刚经讲的 我们自信的剥了智慧 那么怎么样才 诸真实慧 就叫开悟 禅宗讲 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 那就诸真实慧了 那么才勇猛精进 这个勇猛精进 就是不懈怠了 有进无退了 那么诸真实慧 这是勇猛精进的基础 如果没有智慧 那勇猛精进 可能啊 变成勇猛乱进 勇猛砸进 这个 就达不到目的了 所以这个 佛法的修学啊 一切都建立在 智慧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剥了智慧啊 这个 不能成就了 所以一向专制 庄严妙图啊 这个 有这个真实智慧 那么 一向专制啊 他的志愿啊 就是要装给一个 唯妙的 一个国土 所修的佛国呢 开阔广大 就是 很大了 没有限量的 这个超顺独妙 这个超啊 超越 一切诸佛世界 独妙啊 就是唯独啊 最 唯妙 殊胜 建立常然 无衰无变 建立常然就是 不会无常啊 我们这个世界是无常啊 那刹那才变化了 我们这个世界啊 这个会衰 会变 苦空 无常无我 那法上比丘 看到这个情况啊 看到诸佛世界 都有这个现象 那么他 建立的佛国啊 就是要避免啊 这些苦空 无常无我 这些现象 所以他的世界啊 是 建立常然 永远是这样 没有衰变 永恒的 那么这个 有这个真实智慧 那么 花这个愿啊 要建立这种 样的一个世界 接下来啊 就要具体行动啊 积职得性啊 要修行啊 不起贪嗔痴意诸想 不着四身相为处 这个内心啊 这个内心啊 不起烦恼 外面啊 不执着啊 这些五意六成 不执着 那这个就 金刚经讲的啦 不着相 不执着 内心啊 没有贪欲 内啊 没有烦恼 外不着相 六祖讲的啊 内不动心 外不着相 不动心就是 不起贪嗔痴意诸想 外不着相 就是不着四身相为处啊 不去贪着 外面啊 这些五意六成啊 的享受 但要意念过去诸佛 所修善跟行及信行 远离希望依真谛们 这个真谛们就是 心啊 都是依啊 这个真实智慧 就是自性的波罗智慧 那么在 这个智慧的基础上啊 修诸善跟 行及敬行 远离希望 就是 波罗智慧啊 依波罗智慧 心啊 安住波罗智慧啊 直重德本啊 那么 这个德本啊 就下面讲的 这个 德行的根本 不记重苦 少益知足 专求百法 慧慧群生 这个 就是 德行的根本啊 就是 修苦行啊 少益知足啊 你看 释迦牟尼佛 这个 当年 释迁在古印度 就是 少益知足 三一一波 日中一死 树下一宿 那这个物质生活啊 降到最低了 那么 不怕 吃苦 不怕 吃苦 专求 白法 这个白法 就是 善法 不是恶法 这个白法 就是善法 慧立群生啊 就是 布施恩慧 利益一切众生 志愿 无见 忍力成就啊 那么这个志愿啊 没有 愿见啊 不疲不厌 这个忍力就成就了 以诸有情 常怀慈忍啊 这个对 有情众生 这是 心常怀者 慈忍啊 慈悲啊 那么 忍辱 何言爱语 劝欲慈禁啊 那么对众生啊 一片慈悲 那么众生 就是迷惑颠倒啊 菩萨能够安忍啊 那就是 不跟他计较啦 那么对众生 总是何言爱语啊 何言这个颜色啦 态度啦 温和 爱语啊 就是爱护众生的原理 不是 善昧巴结的原理 不是这个 这个妄语 其语 恶口 两识 那个 都是 不妄语 不两识 不恶口 不其语啦 那么这个 讲话的 就是爱语啦 对众生啊 都是有利益的 这些原理 欠欲这尽 欠啊 是欠导 欲是 小欲 给他说明 侧是鞭策 鞭策啊 众生啊 要精进啊 修行 要恭敬三宝 奉仕十长 无有虚位 残取之心 这个恭敬三宝 这个也是很重要啦 这个就是 这个 做给社会大众看的 做给社会大众看 所以要恭敬三宝 那么接引啊 社会大众啊 对佛教 有好感 进一步啊 来接触 来学习 这个是 已经啊 归于三宝的佛弟子 应该啊 表现了 这个形象 那么 给社会大众啊 对佛教 有好的印象 庄严重行 鬼犯 记足 观法 如画 三昧 长吉啊 那么这个 庄严重行 行就是一切的行为 深口意 三略行为 都有一个鬼犯 不会啊 这个 超越啊 这个鬼犯 鬼犯记足了 就像孔子讲的啊 其实 随心所欲 而不欲取 就是 这个起心动念 眼里照做 都不会啊 超越啊 这些规矩 那也就是鬼犯 弃足的意思了 观法如画 三昧长吉 这个观法呢 就是观一切法 金刚经讲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犯泡影 如露亦如电 硬坐如实观 要常常这样去观 这个也是我们 要学习的 这个观法如画呢 我们才能够 把这个执着放下 我们现在为什么 执着这个世间 这一切呢 因为啊 把这个如幻如画的 世界啊 当作真实的 所以就执着了 不肯放下了 如果能够依照金刚经 这个观一切有为法 如梦犯泡影 如露亦如电 硬坐如实观啊 那 这个观深入啊 我们自然啊 就放下了 那初步功夫 就是淡化了 那功夫深了 就放下了 所以要观法如画 那么观法如画呢 就是金刚经讲的 要观啊 一切有为法 如梦犯泡影 如露亦如电 硬坐如实观 那么能这样观啊 就三昧长吉 三昧是定 心就极净了 就不会着相 不执着了 善后口业 不吉他果 这个是 能观法如画三昧长吉 也自然啊 能够做到善逆清净 那么第一个呢 能够善负口业 这个口业啊 很容易换 我们一般人啊 如果没有修行啊 容易啊 击贤他果 就会批评啊 说别人的过失啊 别人有过失啊 我们去 讥笑他 去批评他呢 那我们自己造恶的口业 造恶的口业 所以别人做得不好 那是他的事 我们不要去 讥笑啊 也不要去批评 更不可以去毁谤 要善理啊 保护我们的口业 不造啊 口的恶业 就不妄语 不两则 不吉语 不恶口 善入生裂 不是利于啊 这个生裂啊 身体的行为 那么依照啊 这个戒利于威仪 这个叫利于戒 像五戒啦 八观灾戒啦 沙米戒 那么这些 都属于利于戒 有戒利条文的 善入意业 清净污染 那善入意业就是 这个 这个心里啊 不起贪生吃慢 这些烦恼 要保护我们的清净心 不要受到污染 那么我们 今天啊 这个 接下来啊 这一段就是 所有国城聚落 建俗 珍宝 多无所作啊 这个 国城啊 就是比较大的 这一个国家 那么 一个城市 国家 那么国家当中啊 有很多个城市 这个我们现在讲 大都会 大城市 那么每一个国家呢 都有它的 县市 那个比较大的 聚落啊 就乡村啊 这个乡村 那村镇 那这个都属于聚落 那像我们这里是 宜兰县 那宜兰县有 这个 这个 很多 聚落啦 就是很多 乡镇 那就是 比较小的 那么 村民啊 聚集啊 住的一个地方 落脚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乡村啊 镇啊 这是古代啊 叫聚落 那么这个 是讲我们 的一个 国家 城市 聚落 建俗啊 家庆建俗 每个人都 家庆建俗 那么国城 聚落啊 就讲我们 居住的一个 环境 是 依报 这个建俗啊 也是我们的 依报 这个是 有情的 依报啦 那国城 聚落啊 是 无情的 依报 这叫 气势间 这个家属啊 是 有情 世间啊 珍宝 包括我们 一切的 财物 我们的 房子啦 车子啦 我们银行的 存款啦 你股票 买了多少啦 你有 多少 房金啦 银子啦 或者 这古董啦 这个 动产 不动产 凡事啊 有价值的 都包括在 珍宝里面 那么这个 讲到啊 自己的 震宝 衣报 这些 环境 我们受用的 这些 珍宝 那么法障 毕丘 修这个 菩萨行啊 他就是 都无所着 重点在这一句啦 对于啊 国臣 俱乐 建属 珍宝 都无所着 都不会去执着 不执着啊 也就是说 不放在心上 不着想 那并不是离开这些 国臣 俱乐 建属 珍宝 那个 不是离开这些地方 你也离不开 这是不执着了 不执着啊 这个是 我所有的啊 他没有这个执着 所以对于啊 这个 一报 正报啊 他不执着 不着这个下 他心就清净了 那么如果执着啊 那就很苦了 放不下了 那实际上啊 这个 世间人啊 总是啊 这个是我所有的 有我 我所 那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没有我了 那更没有我所了 那我都没有了 那哪里会有我所呢 我所有的 我的房子 我的汽车 我的财产 我的土地 我的建属 那么有没有这些呢 有 但是呢 你不要去执着啊 是我 我们现在呢 这一切啊 只是暂时啊 提供我们使用了 你说这个房子啊 登记我的名字 我的所有钱 那只是暂时啊 给我们使用支配啊 我们不可能啊 永远去拥有 那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啊 但是世间人啊 这个事实 摆在眼前 但是总是迷惑颠倒啊 总认为 我可以永远拥有啊 执着不放啊 那关键在心理上的执着 那这些事啊 那这些事啊 并没有妨碍 并不是说 教人也不能住在房子啦 你这一切通通不要啊 你要丢也丢不掉啊 你离不开这些啊 这些事 没有妨碍 妨碍的是心啊 这些事我们可以去受用 但是不要去执着 不要放不下 所以过去啊 有人都是移民到外国啦 那么这个 现在讲啊 先办永久基流啦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在这个 收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啊 哪一个有永久基流啊 不都是住个几十年 就走了嘛 那走了这 这个一切 包括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啊 那身外之物这一切 那当然也带不走啊 自己身体都带不走啦 那身外之物还能带走吗 那所以万般将不及啊 唯有夜随神啊 能够带走的就是夜 善夜啊 带领我们往生三善道 恶夜啊 带领我们往生三恶道 那我们念佛敬夜啊 带领我们啊 往生极乐世界 唯有夜随神啊 那么无所拙 这表现在啊 六度上 那你无所拙 那你 这些 这些 国城聚落 建属珍宝 那是 怎么去 处理 怎么去对待呢 就是 恒与 布施 瓷戒 忍入 精进 禅定智慧 恒啊 这个字就是说 恒长 就是 长时间 就是以布施 瓷戒 忍入 精进 禅定智慧 这样啊 六度之行 来教化安利众生 这个是我们 大家 要 能够 这样来学习 那么六度 第一度是布施度 布施 这个六度啊 第一度布施 对峙 奸贪 我们众生啊 都有奸贪的烦恼 奸是奸令 自己有的啊 不肯 施舍 不肯施舍 这是奸 奸令 贪啊 自己没有的 想贪求 想 求得 这是贪 那么布施 就是对峙 我们的奸贪 那么布施 是我们修行啊 能够 得到 佛法 功德 功德 利益的 一个 第一个 要修的 布施 为什么 在六度 摆在第一 就是要从这里下手 布施 那么 布施度 也可以涵盖 其他五度 那么 每一度啊 都 涵涉 其他五度 但是这个六度啊 第六度 这个智慧 这一度是 很重要 所以前面五度啊 布施 持戒 人路 精进 残定 这个好像 手脚 好像脚了 那么 智慧啊 就是 只剥了智慧 这个智慧啊 像眼睛 那 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一个人 有脚 有眼睛 如果你没有智慧啊 你修前面这五度啊 鲁莽啊 鲁莽就是说 好像 虾子走路啊 那这个也很危险 虾子走路 没有眼睛 那个前面有个 坑洞啊 他没看到啊 走过去就掉下去了 所以这个 前面五度啊 是 是上脚 智慧啊 就像眼睛 所以 前面五度 有波罗智慧啊 才叫波罗蜜 才能道彼岸 才能证得 无上菩提 如果没有波罗智慧啊 你修前面这五度 只能得到 人天福报 不能出 三界了生死 因为着相啊 着相不失 那么只能啊 得人天福报 不能超越三界 不能了生死 成佛道 所以必须有波罗智慧 那么修前面这五度 才能道彼岸 才能成佛道了 才叫做波罗蜜 如果没有第六度 这个波罗智慧啊 前面五度啊 只是布施 持戒 人路 精进禅定 不能叫 布施 波罗蜜 持戒 波罗蜜 人路 波罗蜜 这个就不叫波罗蜜了 那这样修啊 可以得到人天福报 你定功再高啊 那么就是 还是在三界 定功你修到最高 可以修到 灰响灰响出天 出不了三界 因为啊 没有智慧 虽然得禅定 不能超越 所以智慧就很重要 那么智慧啊 就是金刚波罗 金刚经讲的 就是智慧了 那么布施 是我们现前可以修的 我们可以一边修五度 一边啊 学习波罗智慧 多听金刚经 布施 有三种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财布施又分内财外财 外财啊 就是我们身外之物 这些一切财物 布施给需要的人 帮助别人 这外财布施 内财布施 就用我们的身体时间体力 我们现在讲做义工 做义工就是内财布施了 那么法布施 有世间法 佛法 跟初世间法 佛法就是初世间法 人家愿意学习啊 我们不能令法 要提供给他 就像我们现在印经流通 我们没有版权 翻领流通 越多人闻到这个佛法越好 这是布施佛法 给一切众生 那么世间法 有利益众生的 各行各业 这个好的技艺 技术 人家愿意学习啊 也乐意去教人 毫无保留 那么是世间法的布施 世间法的布施 得世间的聪明智慧 初世间法的布施啊 得初世间法的聪明智慧 这是法布施 第三啊 无畏布施 无畏布施就是 这个 施以众生无畏 众生有恐惧 有恐怖 有不安 遭受种种灾难 我们能够去 布施安慰 帮助他远离啊 这个恐怖 不安 这个叫无畏布施 无畏布施也很广 那无畏布施 最具体的就是 吃素 吃素是 无畏布施 因为吃素就是不杀神 你说众生啊 你要把他抓来杀 他恐怖不恐怖 我们去杀众生啊 没感觉 但是呢 如果有一天啊 我们被人家抓去啊 一刀要杀我们 那我们会不会恐怖啊 太恐怖了 那为什么我们杀众生 都没有去想到 众生他会很恐怖呢 所以要有慈悲心 所以 这个无畏布施啊 就是慈悲心啊 要有慈悲心 所以吃素啊 是 不杀神啊 所以我们自己吃素 那么欠人吃素 那欠人吃素啊 也要散巧方便 他还不了解啊 你欠到最后呢 是很效果啊 要散巧方便 先让他了解 先让他了解 这样啊 人家才敢来学佛 等他了解啊 他自然啊 他就会 吃素了 所以过去台中联社 李老师啊 在世的时候呢 他这个 有三不欠 第一个啊 不欠人 吃素 第二个啊 不欠人去受贱 第三啊 不欠人出家 这个他三不欠 那么欠呢 大家来听经 大家欢迎来听经 这个听经啊 道理他听明白了 那么 你要吃素 要去受戒 要出家 那是个人啊 自己发心啊 所以 他有三不欠 那么要欠人吃素 也要把这个吃素的道理啊 讲给他听 一般人就是 你以这个 身体健康的 这个来分析啊 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 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 那么如果你跟他讲因果啊 恐怕他不相信了 那他就更排斥了 那得到反效果 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欠人啊 总是要 让人家能回头 他能接受 那当然 首先啊 我们自己做起 这个是 最重要的 做给别人看啊 深教 为先啊 言教为辅了 所以布施啊 是无为布施 那么其他呢 比如说人家生病啦 那么你是安慰啦 欠他念观音啦 或者人家要生产 我们多欠他念观音 菩萨圣号 帮助他呢 生产顺利 生病啊 要去找医生 那么欠他念观音啊 能找到好的医生 那求观音菩萨加持啊 病也会好 这个都是无为布施 人家不敢走暗路 陪他走 或者呢 装路灯 让行人啊 照明 凡事啊 能够帮助众生 远离恐怖 那么这样的 都属于啊 无为布施 那么无为布施 在菩萨当中 观世音菩萨 他是代表 他代表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在经典上讲 又称为 施无为者 他不施无为 给一切众生 只要众生能归命 都能得到解脱 在我们这个 无量寿经后面 第28品 也讲到啊 这个大势神光 第28 众生啊 有极难恐怖 这个中华民国 观音佛学会啊 也在制作这个 寻找观世音 这个都放在网路上 欢迎大家收看 现在已经放到第九集 大家可以点来看 知道啊 这个各行各业啊 都有观音菩萨 视线在里面 帮助众生啊 引离啊 恐怖 这个极难的时候啊 归于观音菩萨 必定啊 能得到菩萨的加持 解脱 这些恐怖 灾难 那么 财布师啊 我们敬老和尚啊 做一个具体的 给我们 看 做一个具体给我们看 就是他刚学佛啊 这个 听 方董美教授讲啊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跟方老师 学哲学啊 差不多半年了 就有 一个蒙古的亲王 介绍啊 他认识张家大使 那张家大使是 密宗的大德啦 跟他学佛啦 那么 最初见面的时候啊 就 请教张家大使啦 因为听方老师讲啊 这个学佛是 人生最高的享受 怎么样我可以很快啊 得到啊 人生最高的享受呢 有什么方法呢 让我很快啊 入进去啊 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 像当家大使啊 问了这个问题 那么 当时啊 当时啊 张家大师 给他回答了 那不是马上回答 大概坐了半个小时才说 有 很慢啊 说这个有 那么我们师父啊 他又急着啊 那什么方法呢 赶快讲啊 年轻人生最高的 年轻的时候啊 比较心浮气躁 但当家大师的教学啊 当你这个 心浮气躁的心啊 静下来 回归到心平气和 再跟他讲 所以又停了十分钟啊 所以又停了十分钟啊 才跟他讲 六个字啦 就看得破 放得下 又问啊 从哪里下手啊 从哪里下手啊 他说这个倒有了 多就没有 那你有一块就不是一块 一毛就不是一毛 所以他就依教奉行啦 那个张家大师跟他讲啊 今天跟你讲六个字啊 你去修六年 他真的认真修啊 刚开始修啊 这个很难割舍 但是勉为其难的修 修到最后啊 就很自然 修了半年之后 他就有感应 需要的东西 需要的经典 都会有人送来 所以他原来的这个命运啊 是乞丐命 我们师父老人家他自己讲 人家算命啊 没有财富 也没有地位 也 受命啊 只有四十五岁 后来遇到啊 善知识给他指导 认真修学 遇到了 方东美教授 介绍他学佛 遇到张家大师啊 奠定他学佛的基础 布施 后来到台中联社跟李老师 学经教十年 所以 往后啊 就是财富师 法富师 无为富师 特别讲经说法 这个以法富师为主 这个当中当然有财富师 无为富师 所以认真修学啊 原来四十五岁的寿命啊 延长到九十六岁啊 去年才原级啊 你看啦 寿命延了五十一年 这个很稀有啊 四十五岁的寿命延到九十六 这个我们是现实的一个 改造命运的一个案例 但是啊 如理如法 依教奉行 那么 必定啊 能得到这个 殊胜的果报 改造命运 就是修布施啊 就是张家大师教他的啊 修布施啊 所以他一生 就是修布施 所以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 这个都是 给我们啊 做证明啊 做正传 慈戒 这里这个 六度这个慈戒是广义的 这个慈戒啊 有利益戒 色善法戒 老义众生戒 利益戒啊 像五戒啊 八观灾戒 沙弥戒 比丘戒 菩萨戒 像沙弥利益啊 十条戒 二十四门威仪 这个有条纹的 那么这属于利益戒 那从五戒开始 这属于利益戒 色善法戒 就是凡事善的 要去做 不做就换戒 这个叫色善法戒 色善法戒 就是凡事善的 都要持了 这个戒律条文里面没有的 但是反之善的 包括呢 各地的 这些 善良的 风俗民情 国家的法令 规章 你进到道场 一个人家的规约 在儒家讲 礼 那么这些都要遵守 这都属于色善法戒 属于色善法戒 那么 劳育众生戒 劳育友情戒 就是说 对众生有利益的 对众生有利益的 丰饶的利益 这劳育友情戒 一切众生有利益的 那么这些事 也都要去做 不做就违背了 这个戒 那么在小圣国家呢 他们只持利益戒 那么大圣 北传佛教 这个三种戒 都有 那这个持戒 也是布施 持戒是布施 恶业 布施是放下的意思 冷露 这个布施词戒 冷露 摆在第三个 有了布施词戒的 这个基础 那么 冷露啊 才能啊 这个 修了 那这个 排列啊 也不是说啊 我等我布施修好了 持戒修了 再来修冷露 不是这个意思 也是可以同时的啦 是排列的一个顺序 我们这个 其实冷露 他也是布施啊 布施什么 布施称恨 布施称恨心 布施就放下啦 那金刚经讲啊 一切法得成疑忍啊 这个忍啊 这个忍路啊 这个忍受别人的 无端的诽谤啦 误入 这个都要忍 那么海贤牢上啊 是我们的榜样啦 海贤牢上 我们看他的光碟 他这个 收电费的电工啊 给他收钱啊 他只问一句啊 说这个月的电费 怎么比上个月多那么多啊 我们也没用那么多 那个电工啊 不容许他问 给他两个耳光 他就赶快把钱拿给他啦 旁边的机器看到啊 不服啊 要找他理论啊 他说不要计较啦 这个出家人啊 修行人要修冷露啊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那么他是一个 很具体的啊 修不舒直接的忍辱 这个六度啊 对一个 继续的榜样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这个 大家都必须要忍啊 如果一点点都忍不了啊 那恐怕走到哪里啊 都很难跟人相处 做什么事业啊 也很难有成就 所以这个忍辱之外啊 还有忍耐的意思 要有长眼心 要有耐心 做什么事情啊 要有耐心 这个也都是忍辱 精进 就是 精是存而不扎 进是有进无退 做什么事 都是需要精进 精益求精 要深入 要提升进步 无论佛法 释法都一样 都要精进 禅定啊 就是心要定下来 戒定会啊 定它是一个枢纽 因戒申定 因定开会 我们要开启波罗智慧 这个也是全方便 我们敬老和尚啊 欠人用读经的方法 念佛的方法 无量寿经 念三千遍 就修定 戒定会一次完成 定到一定的程度啊 自信的波罗智慧啊 后来就开悟了 那么智慧就是 第六度啊 自信波罗智慧了 那么以上这个六度啊 就是法障比修啊 修菩萨行的时候啊 以这个六度之行 教法安利众生 注意无上真正之道 就是 菩萨怎么过日子呢 就是以这个六度 在生活再过日子 菩萨在生活上 他表现的就是六度 不失直接忍入 精进三定智慧 那么我们凡夫啊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每一个人啊 我们不管你 从事什么行业 这个出家在家 男女老少 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心 安住在六度上 那每一个人 都是在修菩萨行 那么自行化他呢 以这个来教化安利众生 这个众生啊 心也不安啊 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怎么生活啊 特别现代人啊 人生毫无目标方向啊 很可怜 所以就 用六度啊 来教法 来安利众生 注意无上真正之道 无上真正之道啊 就是 无上菩提 注意啊 佛道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 那下面我们下次再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